老公跟你最大有关系 你觉得你微微张开 其实已经长成这样了 他对吗 跟我口茶区别啊 他比较准 在连着下雨 我家河市这边在除湿 给大家看哈多少水 天哪 快要满了 还好这边满了的话有提示 哎呦我天 这家这是我们 夏天以来的第一次用除湿机 装这么多水 我天太可怕了 我倒掉啊 哦这拿下来会停啊 这台新的我刚用我也不太知道 好了 我就重新开始 他这个选择还挺多 而且我滑轮很方便 比我们家原来那台大的方便 设定温 湿度设定 定时 然后风速跟电源这样 哎我觉得还不错 我女儿的鞋放学回来 湿的再出湿 这是我家原来这一台很笨重 然后功能的话也很少 这一台可能也十多年了 它就是 湿润舒适干爽 反正就是这样的选择 就是一个键转的而已 现在没用了 太笨重了这台 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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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不用长那么开 背 背 你那时候长得很开啊 我特别没跟你讲啊 背 不是背 不是这么开 背 我以为张开 背 跟你嘴大有关系 你觉得你背背张开 其实已经张成这样了 哈哈 什么话 背 背 对吧 背 对不啊 这一言 背 背 你叫小宝讲一次 大宝 大宝 你说我听听看 背 对吗 跟我有差区别啊 他比较准 这一个字 咱俩能学了有五六分钟了 就说我说的不对 我就觉得我学的以前很完美 背 背 背 是背跟妹中间 对吧 不是长音 短音 背 是背还是妹 不是背 也不是妹 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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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跟背差不多了 不是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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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背 虞 等一下给大家展示成果呀 我再学习一会儿 成果展示的时候到了啊朋友们 屏住你们的呼吸 非常刺激的一件事 我这句话 学了一下我了 啊 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啊 天气 香港 背 香港 香港的 香港 进房 进房 对吗 哈哈 不是 我就觉得说 粉丝朋友们说 啊 但你来句简单的 说去 阿香 去香港买香 然后我想说 我老公说 这句话不简单呢 这里边的每一个箱子 那个什么 咽都不一样 对 都不一样 三个咽是吗 然后 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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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咽 四个咽 是我们加强这句 对不对 粉丝朋友给我出 那个是简单的 就是 什么 香港的香 真香 是吧 然后呢 我就是来个加强版的 就是多了一个 阿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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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阿香 去这个香港买香 就是我用的是宜兰墙 上回有人说这个 说我说这个什么 进什么这个 进庞 这个是宜兰墙 朋友们 我婆家是这个宜兰人 我是宜兰媳妇了 宜兰禁部 宜兰 宜兰 宜兰心 宜兰 就是 所以说我是说这个口音的 哎 怎么样 就完成的怎么样 这 你说你说台语简单吗 没有文字 我给大家看 我也是有大字报的人 大妈我大字报呢 什么 我大字报 我也是有大字报的人 朋友们 就是 我拍影片 稿子都没有 像什么稿子啊 什么 什么 还有什么 酒本啊 什么之类的 你知道吗 都没有 我拍影片都没有 但是我给大家看 我拍这个 居然有 这个大字报 但是这个 谁能看懂 我写这个 就没有文字 然后呢 它同一个字 又念不同的音 然后像刚才 我们就学这个什么 买啊 背 背 其实我发现的音都不对 我觉得我老公说了半年 那个音就是 背跟妹 中间的 但是就是 我说不到中间这个音来 是不是 说老公 我发不出来 其实学台语很难 比国语还难 哪有简单 是因为我们母语 从小听学 是不是 我说从小听学 比较有这个环境 是不是 要不然台语很难 比国语还难 要不然怎么现在 很多年轻人都不会 对 比国语还难 然后 然后 真的 我觉得不简单 台语 这个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有人说简单 这我真的是 不简单 这跟我减肥也有一拼 跟我减肥有一拼 今天跟大家分享 好消息 就是 我那个爸妈 已经收到 入台证了 跟我好朋友 那下给他女儿 就是去 去那个叫什么 来来来来 叫什么 收经 给他女儿去收经的 那件衣服 一起寄回去的嘛 然后 他们已经收到了 我好朋友 在转寄 给我爸妈了 因为就沈阳 他们就同城寄的话 就快多了 他们一天就收到 昨天 昨天他们早上收到的 然后呢 他就 转头的就寄给我爸妈了 很快我爸妈就收到了 我爸妈收到了 特别高兴 我妈就给我微信 这个 哎呀 我的微信给大家看看 那只手机呢 算了 就是 那个 就 我妈就可高兴了 哎呀 我收着了 哎呀 真快呀 其实不快 我问我老公 咱哪天发的啊 收到 老公 给那个谁 那件衣服 啥时候咱寄的 19号 19号就寄了 然后28号才收到 昨天才收到 那这几 那这几天呢 18天吧 何止啊 19 28 这不9天吗 对吧 对 9天才收到 以前快的时候 有六七天 收到过的 这次需要 这次需要 9天的时间 然后反正就 事事丽丽 到了就好 9天的话 还可以接受 以前慢的时候 十几天都有 就是一种 反正大陆的邮局 就是发挥 特别不稳定 大陆邮局吧 你就是 它不像 一般的快递 我觉得工作人员的话 好像 积极主动性 什么的 好像也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他们那个算 算不算是国企呀 算不算是那个什么 政府单位 不知道 没没了解 我的事啊 就是大陆的那个什么 那个中国邮政 不知道 但是反正我觉得 他们的效率呀 工作态度什么的 反正一直给我的印象 都没有很好 以前的话 反正很多很多年前了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 我妈还去邮局 要帮我寄过东西 那个时候的物流并没有 像现在这么发达 然后我妈 还那时候去邮局 帮我寄什么呀 我忘了 反正就是又贵又慢 然后呢 咱们两个站在那儿 老半天也没有人 理我们两个 就是那态度什么的 也不好 但是很多年前的印象了 不知道现在也没有改变 没再去过了 那现在就是物流都很方便 没再寄过邮政这样 中国邮政 没用过 然后我都是从台湾的话 好多朋友问我说 但你往那个大陆寄东西 你是用什么 都是寄邮局 然后我都选那个 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 那个方式的话 就是邮政 两岸邮政一小包 我记得叫这个名字 然后他们是有两公斤的限制 就假如说一小包嘛 所以说你寄了两公斤以内的东西的话 寄那个我觉得价格是比较划算的 我寄到沈阳一公斤大概 两百六啊 好像是 好像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是 是比较便宜的一个价格 然后你看就是 九天 这次九天收到的 我妈收到可高兴了 哎呀 这乐得乐开花了 我妈说 问我什么时候去办去 我说我给你算好时间吧 就是别太早饭 哎呀 我要跟大家讲 现在我说的是沈阳 离境的话 就是沈阳呢 他是按照这个 我们去办的 我爸妈这个签注 他们是一次一签 签注 他们有效75年还几年 我不知道 但是那个签注的话 是一次一签 所以说他们是按照 签注的那个日期 你得在这个日期 然后向后面推算 六个月之内 你得回到中国 我先说的是 沈阳的这个签注的这个 时间问题 就是入台证的一个日期 是在这个期间内 只要进入台湾就可以了 所以说那两个证件的 这个时间要求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那个 大陆那个签注的部分的话 如果说有这个 陆沛姐妹 你要想申请你父母来探亲的话 这个签注的日期的话 是你在那个 推算六个月之内 要回来的日期 所以说不要搬太早 如果搬太早的话 像我上次我那好朋友小红 就是他妈妈爸爸 就搬特别早 想说早点办完呢 放在家里就先安了 然后就等机票时间到了 坐飞机就好了 办很早 提早一两个月办的 然后就来了最后的话 好像只剩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可以过来 然后就这样 我爸妈收到了 机票我也买好了 我这一听他们收到了 我妈那么开心 然后就机票买好了 我这次的机票吧 我就这么选择的 由于上次我跟我女儿 从沈阳回台湾这个经验 我是觉得说 这航班转机的部分的话 是很容易误点的 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说呢 我这次的话 跟我女儿回来的时候 我就选择的是在深圳 南方航空公司的 好像是 就是那票很乱 就是我回来的时候 还是什么 写的是什么中华航空 然后呢 实际飞 写的是中华航空 好像是实际飞的话 是南方航空 反正就是 我那个时候打了 南方航空的客服 就问说的 我说这个转机 因为我在另外一个网站 正好也有朋友问我 说的阿丹妮 怎么申请了免费住宿 我这边就给大家说一句 就是因为 我是在另外的 那个叫什么 协程网站上 看到他们这个票 有一个很便宜 我跟我女儿买的话 两个人才 一千出头的 那个什么人民币 和六千多台币 我们两个人就回来了 单程回来 然后就是 我记得那个 那个票下面的话 就是写的 就是什么 免费提供中转住宿 然后我想说 哎呦 我是在去哪网站上买的 我说怎么没有这句话 我说那我打 那个客服电话 就是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 问问看 我这可不可以提供 哎呦 那电话老难打了 就像说 只有一个客服 在接电话一样 知道吗 就是打通了之后 然后那客服 就跟我讲说 是我这个够资格 可以申请这个 免费住宿 但是要到这个 深圳航空的这个柜台 你去申请 到了深圳之后再申请 所以说我是到了深圳之后 跟我女儿 行李直达 然后我跟我女儿 就这样去了申请 免费住宿 他就把我们开车 载到那个地方住 然后呢 第二天早上 再免费把我们载回来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就是 倒不是说什么 几星几星级的 什么 什么饭店 什么之类的 但是就是住的干干净净的 之前也拍过了 上次回来的时候拍过那个住的地方 好像底下也挺热闹的 要吃的什么都有 我这次的话 也是选择想说 给我爸妈先在深圳住一晚上 你就不用说很早 然后从沈阳出发 然后折腾到一大天 然后再到这个台湾来 我觉得这一天 对我爸妈来讲的话 会不会太赶了 然后我也尽量说 让他们不要带行李 我说缺啥的话 这边买 但是我觉得我妈 这个个性 她这么节省的人 就是能带 她肯定带 她绝对不让我说 在这边给她再买什么 因为我之前的话说 给你买衣服什么的 我妈就说 那衣服都穿不完 还买 就这样 然后就是 我说那衣服还能穿破了呀 我说那就换换样式呗 不用不用 那还用总买呀 总换呢 就这样 我妈就比较节约的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我妈的话是 我妈我爸是工人阶级 就是 有稳定的收入 虽然说 不是说像什么 以前的话好 是工人最光荣 我爸我妈最早的时候的话 一个月的工资好像是 三十多块钱人民币 我听说那个时候 是三十多块钱人民币 那他们两个觉得很满足的 在那个年代 然后呢 我们家只有我这一个小孩 虽然说我们家的花销什么的 不大 其实我爸我妈 算是有钱的人 你知道吗 虽然说他们不是说什么 什么主管呢 不是说什么领导啊 什么的都不是 就一辈子是工人这样 但是就是 其实并不缺钱 就是他们两个都挣工资的嘛 所以说并不缺钱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妈我爸这么节约 然后其实我也是 在花钱方面的话 可能就是继承了 我妈我爸的优良传统 我没有大手大脚的 花钱的习惯 虽然我是独生子女 是这样 就是我买的是可以 就是 就第二天回来台湾的机票 第一天是从沈阳到深圳 然后呢 在那边住一晚 然后第二天的话呢 是从深圳再到台湾 是这样 用两天的时间 我想说这样比较 不会那么赶 我爸爸妈妈可能不会那么累 然后呢 因为我也不知道说 这个方式 他们到底喜不喜欢 我跟我妈讨论了 我妈说行 那试试 我说行 我说那这样 我说你从沈阳来台湾的时候 我给你用这种第二天到的 我说你回去的时候 我还是给你选当天回去的嘛 我说这样的话 就是万一你不适应呢 对不对 咱这回先体验看看 所以就给他们选了一次 就在外面中转 过夜这样的方式 给他们试试看 唯一不好的一点 就是如果说我爸爸妈妈 又从那个什么柜台 然后再就出来机场之后 走到柜台 再从柜台走到那个 坐那个大巴车的那个门 小巴了 中巴 那个门口 然后再上中巴 我爸爸再下车 在这个什么 走上那三节楼梯 然后再进电梯 我说这个路程的话 可能是我爸爸要走一下 但是好歹他不赶飞机 什么之类的 就慢慢走 累了歇一下 慢慢走这样 我想说会不会好一点 体验看看 我就把这些好消息 给大家分享了 大家觉得我这方式怎么样 就这次用这种 中转过夜一天的 这样的方式 我就怕说的吧 转机你又赶不上 赶不上的话 然后呢 又被这个什么航空公司 也是给你安排住宿 对不对 但就是你要赶不上的话 他们不是在那着急吗 我爸我跟你说 我爸兜里边都随身 穿着那个叫什么 穿着那个什么 塑校救星完那类的东西 上次从台湾回沈阳的时候 不也是吗 我爸就从机场 大家还批评我了 说你怎么不把你爸 送到门口 然后你在这个开车 下地下停车场 从来没这么做过 没想到 然后我爸就因为 走了远一点 我爸就开始就是 可能赶飞机 再走得远一点 我爸着急 总而言之 我爸那个就是 吃了塑胶就行完了 都吃药了当时 所以这次的话 这次我一定记得大家说的 我把车开到 那个 就是那个 那是几楼 一楼呗 对吧 这次我记住了 谢谢大家 给我提的这些事情 所以大家觉得 我这次买的机票 这样买怎么样 欢迎大家留言了 跟我一起讨论 好了那今天聊到这儿了 喜欢阿丹影片的朋友 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明天再聊 拜拜 小铃铛说的不错吧 谢谢大家